加州政府最近推出新禮 禁止政府查詢應徵者過往的新籌記錄 不知香港的打工仔又怎樣看呢? 當然是好事啦 通常它會基於你之前的薪金再改善 它會壓你價 我只覺得自己下賣才離開 所以我不覺得價工是這樣 你不想讓你新的僱主 用之前的工去衡量你現在的工的價值 我覺得應該要寫好些 因為你的僱主會知道你的記錄 是給記錄的 我就是想他寫 那我就可以有支援 因為可以讓我喊更高的薪金 可以代表我之前的薪金 因為你的薪金高 話說這些我不會告訴你 如果你本身的基礎不高 那這樣就好 看來不同的員工都有不同的看法 不如問問資深人士 顧問Alison 怎樣看? 是 我認同是立法 不可以查 等同不可以知道你起了薪 起了薪了沒有 有沒有小孩 這些特別歧視 或者是一些家庭單位 我覺得這個是 薪金前線都其實是 某程度上我認同的一種歧視 Alison 還說 其實過往的薪金 並不可以反映一個人的工作能力 只是為了了解應徵者更多的想法 但是他都不排除有公司 是根據過往的薪金來壓價 所以立法也是對應徵者更加公平的做法 同一時間加州政府還推出另一條法例 要求僱主提供那份工的薪金範圍 最好 最好 不是那麼死板的 起碼有個說明是最少多少 或者多少我都應該的 免得 你又要說又要別人大學畢業 又要做這樣做一樣 三千萬人工而已 那你只是玩而已 如果你本身是需要你一些 expertise 你認識的很不同 會影響到好人工的 那就不應該寫了一個 range 應該要的 就是你賺完所有東西 你走去見工 那見完之後 原來的薪金是相差低很多 那你完全覺得 浪費你的時間去賺 對 就是你太淺 對 是很正常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最公平的做法 還有就是我給這個 range 那沒事的 你可以說我給2萬至3萬 那憑什麼是2萬至3萬 但我會告訴你 你有什麼特別的技能 可以令你做得更好 就是你的廉資 你的經驗 你的創意 我都會有一個高低在做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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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